我今天看了个私信特别的狂 说豆豆你发的那些MPV没有流量 我给你发的地址 你来看看我改的MPV 这一下就激发起我的好奇心了 必须得看看它改的怎么样 我到了你这车在哪 你知道我先走就到了 这不就是一台方方正正的MPV吗 它有什么特别的 别急啊你上车看看 这个标志很霸气 它怎么弄的 手工缝的呗一点一点缝的 你看这L bag也是 所有的都是拿怕皮包袱的 你们看这里 中控的这里 还是倒碎的压纹 哇 还是双侧的电动滑门 怎么样 黑色四滑 我说这第二排 哦哦 这第二排航空座椅 用的是奔驰麦巴赫那款 而且啊 通风 加热 按摩 旋转 这些功能它都有 舒服 我发现还有两个细节 这里还有空桥的出风口 都做了水转印的装饰 还有皮质的包裹 来来来这里放鞋子的吗 太贴心了吧 顶部四公格 后面开始之一 三色底灯 还给你加了两个阅读灯 这个车的氛围都我可太喜欢了 还可以变色 哎这些都是改装的吗 对这台东风风行M7啊 能改的地方全改了 空间那么大 想怎么改怎么改 我发现这个车的改装潜力 真的是太大了 这个中排呢 还有一个15寸的网络电视 坐在这拉帕皮包裹的大厂帕上 小巨沙 小茶一瓶 带着定制石墨的油品地板 是不是你的移动大厂帕 来我展示一下 这不就是棋牌发烧有的福音吗 还加装了可以上下伸缩的小说版 看完我就是一纯纯的心动 这个座椅六七箱 那总共加一起就是六七万是吧 座椅在干嘛呢 哎我觉得这台东风风行的M7 太能造了 让我的网友也给我选一台吗 网友让我安排一辆二十万以内 舒适精英效果强的高档 全能中型SUV 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一辆 安全 智能和空间 各方面都很挖赛的 昂科威Plus 外观经典大气 看着很豪华的感觉 其实实行在流行的 一体式座舱 用料扎实 高级又不适设计 最重要的是车内的精英效果 堪比图书馆级别 昂科威Plus全系采用了 ANC主动降噪科技 以及双层夹胶玻璃 精英好 材质好 开车的人才能心情好 2833的超长轴距 我165的身高 你要是1米8的大长腿 都能轻松 塞得下 储物空间多达28处 后备箱放倒秒变 1712升 出行物品随行放 第二排座椅靠背可调行程 达到250毫米 不仅前排坐起来舒服 后排也安排的明明白白 终于有一台车 全家人都喜欢了 这台车别看它快头不小 但是动力强劲 2.0T加9AT加48V轻混 174千瓦 350牛米 关键百公里的综合油耗 只要7.4升 这油耗是实打实的替你省钱 底盘采用了前增强型 麦富逊加后多连杆 独立悬挂 底盘扎实 动力平顺 整车的随动性好 开起来舒适性很高 初试驾程 静音出色 适合全家人出行的 舒小SUV 昂科威Plus 你值得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